烫猫黄金跑酷金结猫的农场 这里是第三天 跟随草帽金结猫一起向前冲 吃掉这些蓝色的开关 打开蓝色大门 获得更多金砖 这里有着十足的农场风 音乐配的也是恰到好处 跳到这些农场的农用机械上边 吃掉上边的金砖 漂亮 这个位置获得了一个萝卜帽子 可以保证金结猫的安全 这里又获得了二倍 现在是264倍 非常强悍的 分数增加的是非常快 如果你想破纪路 并且保持之前的这些移动距离 同样只是跑1000米的话 你的倍速越高 获得纪录就越快 这跟其他的像地铁跑步 还有其他跑会游戏是不一样的 其他跑会游戏他所做的是破纪录 无限次的增加整体的路长 假如说你要想完成了1000米的纪录 下次再破就要突破1000米 因为他没有这个分数加成 像这种可以升级的道具 所以说他我们跑酷 这里的话如果你 在后期经常升级自己的老家 让倍数变得更高 破纪录就非常之容易 漂亮 身上一个保险箱 在保险箱中可以产出大量的金币 钻石 还有一些升级用的道具 每个人物都有不同属性 像汤狗猫的飞行能力较强 汉狗的冲撞的冲击次数更多 这些都是大不相同的 还有一些人物像安吉拉 金钱帽 他们有可能会是这种 磁铁的时间更长 但是人物属性可以通过这道具进行升级 不过我不是太推荐升级人物 因为你升级人物的话 这种玩PVP的话还是可以的 就是所谓的对战模式 这种普通的模式 每进行一个地图 他会获得一个人物 必须用当前人物玩当前关卡 这样才好玩 如果你用汤狗猫玩金钱帽的家 这样是没有感觉的 如果你经常玩一个人物 可能玩久了 这个游戏会比较无聊 而汤狗猫黄金跑酷 这款游戏的人物也是比较多 地图也是多种多样 在不同地图与人物进行纵横交测的这个道路中 而且烟烟也是一个主旋律 让你玩起来既感到不陌生 而且又比较耐玩 打败坏熊之后 我们的草帽金钱帽又继续上路了 跟随着草帽金钱一起向前冲 这个位置又出现了这个萝卜帽子 可以用它保护金钱帽的安全 跟随金钱帽向前冲 经典的城镇街道 这张图也是汤狗猫的核心地图 其他地图都是围绕着这个来转的 而且音乐也是经典的城镇街道主旋律 而改编的其他音乐 漂亮 这里回到了汉克狗的夏威夷之家 来到这里看看我们的老朋友汉克狗 现在有机速度变得是非常之快 一不小心你就会撞到障碍物上 希望前方出现比较远距离的木板水源 漂亮 就是它已经出现了 就在前方 两边都是一望无尽的大海 中间只有一些木板 玩起来非常刺激 而且我们现在戴的这个萝卜帽子 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关注手游酷儿 难道说这一次要破掉记录吗 我们只是来选择拿一些箱子 来升级道具的 顺便就把记录给破掉了 而且都没有用开头的500金砖冲刺 一般破记录会选择开头的500金砖冲刺 大概可以获得二三十万的分数 二百六十四倍超级强悍 现在是马上到达到一百二十万分 金箭猫非常高兴 进行原地起跳 来一个二倍金砖吧 让金砖获得更多 不要小看这个金砖 游戏名称为躺猫 黄金跑步就以为的金砖 是主要道具啊 虽然游戏核心 很多东西钻石才是最值钱的 但是你没有金砖 也是无法升级地图了 还有二十万 二十四万 差不多就可以破记录了 再次获得一个帽子 以保证安全 还有十九万了 只要保证稳定 破记录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虽然游戏是随机生成 但是我们的视野很好 而且游戏也是比较流畅的 这一点对比小黄人跑步 汤姆跑步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小黄人这个游戏的视野并不是很好 回到了经典的老西部 在老西部的铁轨上进行推缩 漂亮 成功破掉记录 好像已经吃满 如果你喜欢这款游戏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